從交大到亞洲大學終於蓋著這座房子 所以對我個人為言當然是有一個疑問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事情是說 台灣有很多安藤市建築的專業者 也有很多這個安藤學習自李克比利的科學學 所以這樣的一個20世紀初到20世紀的後半夜 然後再到新的時代 那台灣我們現在正在因為很多安藤迷之後 就在開始幹 我想工程應該已經結束了 也就是說工程一定會順利了 這一關應該是過了 那我們現在正在思考的是 我們大家剛剛看到的裡面還不知道 我們現在正在做變更設計 因為以後要展什麼 因為以前只有2121美術館就認為說就是展 當時想的就是展有個大學自己的collection 以羅丹為概念 來展這個羅丹前後的相關的一些事情 那另外就是展台灣前輩畫家 他跟台灣當代的藝術家 這樣的東西來組合 那這樣比較容易 所以我們原來這樣蓋就好了 最近在變更設計 你們各位看了我們的痛苦 我們的痛苦是現在開始動工就開始變更設計 因為養生大學我們的蔡創辦人突然之間覺得說 藝術家有這麼好的館 除了給建築界的人來看以外 應該是透過更好的展覽 更能夠吸引大眾的展覽 讓更多人能夠看到這座館生 不只安藤米蘭 就是因此他就要求我們開始 希望我們的變更設計要提高規格 到碧塔索墨內 然後高庚賽上都能夠展的水準 所以我們建築已經開始變更設計 那也正在談 我們的第二件工作就是 在明年的10月到12月 6月7月完工之後 我們就要準備10到12月要第一檔的開幕 那我們跟國內的所有的辦國際大展的單位 都在我們保持聯絡了 我們這邊的溫濕度 恆溫恆濕開始升級 我們這邊的消防開始升級 希望到那個時候 能夠給大家開幕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驚豔的 就是不只是一棟房子 而它裡面的展覽也很好 這是我們在準備的第二件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今天到第一天 因為這整個過程 我們除了拍紀錄片也在拍 然後書也在紀錄 所以在開幕的時候會有很完整的紀錄片 高規格的紀錄片 會在國際頻道 國內頻道 以及出書會在成品書店 來來來 等等 那這些紀錄產都沒有問題 甚至我們紀錄到 我們現在的展覽單位都說 你們是應該學那個Gainty Museum 他們在施工的過程中的這一些 像這個 Peacock 我們這些都會留下來 我跟工廷講不用重新做好 全部我買下來 這些模板 用過的沒用過的 我們全部買下來 因為這個就是大家口中 你不見得看過什麼叫清水模板 但是你在扭了以後 以後我們會把它做成不同的造型 變成未來這棟管的衍生性商品 這是我們的策展單位告訴我們的 所以我們現在都在準備中 那我們就是 因為現在太多的建築界的朋友 學生 營造界的朋友 跟甚至土地開發廠 很多人都很想來看工地 所以我們也認為 我跟姚日喜先生在一開始 三年多前準備這個工程的時候 我們就自己認為說 我們要把台灣的施工品質 透過昏林土為標的 我們這一次應該是一個 很好的社會教育的一個可能 專業教育跟社會教育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我們預計 7月、8月、9月這三次的御展 熱身就請各界 我們請各界先來展一展之後 我們從10月份開始 會固定的每一個月開放一次 讓大家正式的工地現場展 這樣的開始 我們想聽聽大家的建議 就是說工程也好 或是社會教育也好 或是開館之後的展覽也好 大家有什麼 各位有沒有什麼建議 我們亞洲大學或是學建築的人 我們幾個學建築的人 有機會跟亞洲大學跟安藤事務所 像10月份的正式的導覽 安藤事務所會派那個三途先生 親自在來導覽 也就是從設計方到營造方到我們推動方 都有人來介紹 今天送大家的東西只是小送 我們的Team已經在準備設計安藤館的專屬工地帽 那時候要送大家還有T恤 要送大家等等 我想這個都只是很小的心 不知道各位有可能 對工程或是展覽工地展 最後到開幕之後的長期的展覽 如何有沒有什麼建議 就是愛吃 就是愛吃